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1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一宁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字 炒 炒卖的炒 最近香港的社会气氛 确实如特首李家超之前形容的 动起来了 除了有大型比赛回归之外 还有不少演出都即将上演 比如今天正一届的演唱会 上午10点钟开始售票了 不少歌迷都准时上线抢票 网络立刻开始大塞车 到了下午4点 所有的门票就已经全部售出了 这个情况很熟悉有没有 上个星期 陈一迅跨年演唱会开始售票 我相信每个人的朋友圈 都有几个刷了一整天票 却一张票也没有买到的朋友 当天开售的58000张门票 在10个小时里就全部售出 那你知道 Eason演唱会的门票 现在的黄牛票价值多少吗 我们查了一下 发现平安夜 跨年夜的场次 原价980的票 现在的黄牛票价呢 是到了11000元港币 是原价的11倍啊 而最便宜的平日工作日的场次 原价680的票呢 也要卖到2000块钱一张 火爆的呀 还有古典音乐 这个月24号和25号啊 维也纳爱乐乐团将要来香港演出 要知道他们上一次来香港呢 还是在11年前 门票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发售的 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呢 就已经卖的只剩下轮椅位了 到了下午呢 更是全部门票都售完了 这次啊 由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来香港 只有两场演出 门票数量呢 非常有限 确实是一票难求啊 而今天呀 就有黄牛出价 高出原价17倍来收这个门票 最便宜的380的门票 黄牛的收票价 也到了6380元 那之后的黄牛票价会是怎样 我想大家也是可想而知了啊 那这几场演出呢 再次将本港的黄牛炒票问题 摆到了台面上 其实一直以来呢 黄牛高价炒卖门票 堪称是香港演出市场的一大顽疾啊 萧委会呢 早前就表示 今年头5个月 接获的涉及14级娱乐公开表演投诉中 关于不满销售手法的投诉的比例大增 比过去3年的总投诉数字还多出了近4成 演出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品啊 几乎无法用增加供应的方式 来满足所有的消费者 于是呢 怎样让销售环节变得更公平 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香港呢 其实也在尝试一些打击黄牛的方式 比如今年7 8月 兼举办的这个Mira的宏观演唱会 就第一次采用了实名制的方式来打击黄牛 购票人呢 需要在付款前填写自己的英文全名 而在入场时呢 需要出示和门票上的姓名一样的身份证明文件 那这个措施一出台呢 黄牛们居然很快就找到了对策啊 因为有Mira的歌迷就表示 实名制实施之后呢 黄牛找到了这个代购的方式 照样把钱赚到了 他们会先收集购票人的姓名等个人资料 然后呢 再帮购票人去抢票 这位歌迷最后表示啊 自己是最终支付了比原价贵三倍多的价钱 才买到了一张门票 那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表示啊 Mira演唱会开始实行的这个实名制购票 虽然业界也认为在运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但总体上看呢 仍然是一个可行的 有助打击黄牛票的方式 那他也承认呢 难以完全杜绝黄牛票 但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包括考虑修订条例 将炒票的这个行为 形式化 那其实啊 不仅仅是香港 在日本和韩国呢 早就已经开始打击黄牛炒票了 比如在韩国呀 早就推行了这个演唱会的实名制 购票者除了在买票时 需要输入姓名之外呢 为了防止同名同姓的人互相转票 还要输入出生年月等信息 演唱会呢 也设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身份认证的摊位 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从早上一直开到开场的前一个小时 入场的时候呢 需要核对多项的身份信息 而成功认证之后呀 演唱会的工作人员会为这个持票者 扣上难以撕开的手袋作为确认 这种方式不知道香港以后 能不能也尝试一下 那除了炒票啊 在香港还有人炒场 这个场呢 就是康文署管理的运动场地 怎么操作呢 就是黄牛出手预定运动场地 然后转手给别人使用 当然这个转手是要收费的啊 比如说最近就有记者尝试预定 黄竹坑游乐场 11人人造草皮球场 原本啊 康文署收费是278块钱一个小时 黄牛出价呢 就到了850块钱一个小时 而另外一个原本免费的 七人硬地足球场 黄牛的出价是100块钱 那原本180块钱一个小时的 室内篮球场 黄牛出价是到达了 900元这样的一个数字 其实啊 在今年5月 康文署呢 就已经两次出手打击潮场 昨天啊 康文署再次推出了四招加拉 继续打击潮场行为 这四个新规定分别是 第一 延长场地租用人不取场 或不在场使用的违规试用期 60天违规两次 将禁止租用 收费康体设施90天 而之前呢 这个时间跨度是30天 第二呢 是违规转让用场许可证 将暂停预定资格 从现在的180天增加到360天 第三呢 是康体通用户预定天然及 人造草地足球场 需要填报另外四名用场者的 康体通用户编号 租用人呢 需要与其中三人一同签场 及使用设施 第四呢 是已经取消的设施的重新预约时间 从上午的7点半调整为 上午的7点钟开始 在网上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预定 那新规定呢 将于11月1日开始实施 而同时呢 康文书也表示 正开发新系统 取代康体通 并将引入抽签的方式 分配设施 同时啊 这个系统中还会引入 对抗机器人城市的方案 防止运用电脑城市来炒场 康文书为了打击炒场行为啊 不可谓是不用心 不过啊 有评论就认为 康文书除了通过增加 使用者的成本来遏制炒场之外呢 也可以引入其他方法 比如现在的公众娱乐场所条例 对炒场行为 只能罚款2000元 是不是可以通过修例 提高法则 来增加执法力度呢 当然加重法则只能治标 增加康体设施 改变供求失衡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根据政府的土地规划 每5万到6.5万人 就应该拥有一个体育馆 但现实是平均7万人 才能共享到一个体育馆 于是呢 就有立法会议员提出 香港现在仍然欠缺 超过1000个体育设施 政府应该尽快公布 第二个康体设施五年计划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炒场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 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点新闻网 及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